吃饭恶心想吐是怎么回事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赵梅梅 陕西省中医院皮胃科副主任医师 吃饭恶心有吐要分两种情况 是我们在看到饭的时候就觉得恶心有吐 还是进食的过程中还是进食之后出现恶心有吐 如果说是我们坐到饭桌前看到饭 闻到饭的气味就觉得恶心有吐 这往往有咽咽或者是鼻黏膜的敏感 对气味的刺激 这些引起的恶心有吐 一般是肠胃病之外的引起的恶心有吐的原因 如果说是进食吃完饭就想吐 那说明还是我们的胃有一些不良的反应 这个往往有时候患者吃得太快 或者是吃了难消化的食物 比较硬或者偏凉的偏辣的刺激性的食物 胃不能接受出现恶心有吐 还有一种患者就是早上吃的饭 中午吃的饭到晚上会吐出来 我们叫朝食暮吐 这样的患者我们要考虑有没有幽门的梗阻 就是胃的出口不够通畅 如果发现有这样的情况 如果不受偶然发生 一定要到医院来进一步做胃经检查 明确一下诊断